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双眼冲穴的魏无羡 问道 你要破几张纸才可以睡觉 啊 魏无羡呆了呆 随即高举起两只手 大张手指叫道十张 嗯 那便十张 蓝望鸡说吧 便将魏无羡放在了望鸡琴前 随后走到暗季旁 拿起一打纸 随意点出一点 挂在了绳索上 而后走到魏无羡身后 说道 魏英 十张了 你开始吧 好 魏无羡重重的一点头 大声应道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作为基础 这第二次魏无羡便毫无压力 信心倍增 只见他端坐下去 深吸了一口气 再一次调集了金丹之内全部的灵力 行云流水般拨动了琴弦 大喝一声 呀 阵阵声浪便朝着 悬挂在半空中的厚厚的一叠纸张席卷而去 哄 伴随着一声闷响 那一叠线纸如烟花般骤然爆裂 雪花般的碎纸片瞬间飞散开来 纷纷扬扬 飘满了静视的每一个角落 魏无羡双眼圆等 小嘴大张 满脸错愕 震惊得无以复加 他抬起双手放到眼前 看了又看 带一张又一张碎纸片 接连飘落到手上 才难以置信地说道 蓝湛 魏英这么厉害的吗 嗯 就是这么厉害 一直站在魏无羡身后的蓝望鸡淡定应道 魏英 十张纸已燃碎了 你是否应该兑现承诺 沐浴 睡觉 哦 好 魏英睡觉 魏无羡下意识地应承道 看着手上的碎纸片雾字发愣 蓝望鸡便俯下身子 将人提了起来 搂进怀里 随即带着人去沐浴 坐到浴盆里不到一盏茶的时间 魏无羡就睡着了 面带微笑 只得意满地睡着了 蓝望鸡看着歪倒在自己壁弯里的小人儿 想着这人在睡着前反复喃喃自语 魏英好厉害 魏英怎么就这么厉害 好像比蓝战还厉害 就不免反省自己刚才有点用力过猛 没有控制好力度 暗暗送出的灵力太过强劲 将那么厚的一叠纸 陡然间震成了碎片 好在魏无羡人还小 有空前自信 才会毫无察觉 这但凡是这人还大得一两岁 那他蓝望鸡就肯定露线了 那到时候还不知道该如何收场 但是 蓝望鸡又转念一想 也不能怪自己操之过急 魏无羡的闲杀术确实是炼成了 但要真正施展其威力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以他目前的修为 撕开一张只可以 两张只或者也有可能 但是十张 非秦家修炼数年而不可的夜 而且魏无羡已经连续三天 没有好好休息 整个人的精神和身体状态 早已行走在崩溃的边缘 再这样下去 迟早会走火入魔 自己不得不及时出手 先将人片岛哄睡 再做从长计议 魏无羡这一觉睡下去 就睡了个天昏地暗 整整两天连身都不翻一下 蓝望鸡也不叫醒他 只是陪着一躺 不是跟着睡一会儿 就是密切关注他的状态 直到大年初时上午时分 小双臂来报江 今 聂三大世家家主齐聚人深不知处 魏无羡才从沉睡中 自然转醒 而此时的他正好七岁零六个月 睡足了的魏无羡 愣愣地看着帐顶 眨巴眨巴黑曲曲的大眼睛 长长的眼睫忽闪了两下 随即展颜一笑 叫道 蓝湛 魏英很厉害 嗯 很厉害 蓝望鸡嘴角微微一瞧 将魏无羡提起来做好 看了看人红扑扑的小脸蛋 问道 肚子饿吗 呃 魏无羡一拍肚皮 叫道 魏英肚子饿得咕咕叫 魏英要吃好多好多东西 吃饱了去给叔父 兄长表演闲杀术 嗯 蓝望鸡原本就不可查地微笑 瞬间凝固在了脸上 方才魏英听撕锥说江城 金灵和聂怀丧他们都来了 那魏英也要给他们表演 魏无羡继续说 这一回蓝望鸡连难的声音都发不出了 又听到魏无羡接着说 魏英还要和江城比试 他的子殿很厉害 但是魏英的弦杀术更厉害 一定可以打败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博下集CP 集击